那么不管是六度 四射 百八三昧 四十二字 这个是大秤的 这一切行 这一切的修行 皆都归入于成佛之道的一秤法门 唯一大秤 简单的说 有了这三心 一切善行 都是大秤法 就算你行实善 它不是仁天法 它就是大秤法 如果你依一般来说是这样 你依真上身心 那么来修行 它就是仁天善 来布施 它就是仁天善 你依出离心 来布施 它就是解脱法 你依菩提心 来布施 它就是成佛的方法 所以重点是 你用什么心来修行 你依这个三心 那菩提心 是收射 大悲心跟无所得心 所以重点讲菩提心 发菩提心 其实原本来讲是三心 三心行六度 简单的说 有了这三心 一切善行都是大秤法 如离了这三心 问缺少了 什么也不是成佛的法门 缺少了一心 缺少了三心 那么你就是修六度 也不是大秤 大般若经说到菩萨的修行时 总是说 就这三个 一切自治相应作义 大悲为上所 那这里是大悲为首 因为大悲为上所 用无所得为方便 所以这个一切自治 就是普其愿 那无所得 就是法空慧 或空信慧 这个就是本文所说的三心 一切自 一切佛是一切自能 佛所得的境界叫做一切自喊 佛的智慧叫做一切自治 一切自治 一切自能 一切自喊 这个都是指佛 佛的智慧 都是指佛土 这个跟一切自道种自 一切种自的一切自不一样 那么如果讲三次 一切自道种自 一切种自 这个一切自是知一切法的智慧 知一切法无我的智慧 这个又不一样 道种自 一切种自 所以这个要稍微分开一下 这个是佛的智慧 这个是菩萨的智慧 这个是身文的智慧 那这个一切是指一切法 不一样 那这里的一切自治 一切自能 一切自喊 都是指佛 那这里讲到 这个 依此龙树的宝曼论 宝曼论 一般我们比较不熟悉 那这个是藏传 有一本叫做陆宗论 那么陆宗论是中观的论师 叫做月称菩萨 他写了一本陆宗论 那这本陆宗论 是专门在 可以说专门在 针对为氏的所谓三性 阿拉雅的为氏三性来说的 因为中观跟为氏是比较不一样的看法 那这个陆宗论里面 引用了这个宝曼论 所以这里的所谓的 本位普及心 坚固如三亡 大悲骗十方 不一二边会 那么这一段是出自于陆宗论 但是陆宗论是 引致宝曼论的 那宝曼论据说是荣述说的 那所以就 这个我们稍微知道一下 因为我们没有翻译 有宝曼论这一本说 那这个二边会 就是前面也说的 不一有无二边的空隙会 等下我们再来讲好了 因为后面有讲 讲到后面再来说 那么大日经也大体相同说 他又引用大日经 大菩提为因 他的原语是菩提心为因 菩提心为因 碑为根本 方便为就近 他原语是怎样 菩提心为因 碑为根本 方便为就近 那导师后面想 他直接想大菩提为因 那后面汉逸物作为方便为就近 那应该是与方便而至就近 直接把它改过来 那么也一样 就是那么大日经是简单的说 那么它的详细就是 原来的经名叫做 大菩如遮纳成佛神变加此经 大菩如遮纳 大日就是菩如遮纳 大菩如遮纳 菩如遮纳就是日 大菩如 这个密教的经 经的名字都很长 大菩如遮纳成佛 这个还不是最长的 还有更长的 有几十个字的 你看那个仁言经 所万汉什么 所论也什么 一大堆 我会想要多十几个字 大菩如遮纳成佛神变加此经 神变加此经 密教的经名都非常的长 那么简单讲叫做大日经 大日经是密教里面 非常主要的一部经典 还有一本叫金刚顶经 他讲引这个大日经 一切自治相应作义 就是法伐经的一切志愿 这个我们前面有讲过 我们看一下287页 因为看一下忘记了 287页第三行 那么讲到法伐经的就是普提心种 然后287页 就翻到前面几页 287页 他说亲友为他西藏仪价宝珠 他不觉不知 用得贫困不堪 其实一切志愿有再不失 讲的就是这个 那这个一切志愿就是普提愿 好 翻回来 所以他说就是法伐经的一切志愿 既就是普提愿 也就是普提心 那么就是普提心的别名 大悲是骗十方的 一切众生而寝 所以说骗十方计 那么这个是在解释前面那个 本位菩提心兼顾如三亡 大悲骗十方 所以这个大悲心是骗十方一切众生 其实金康军的若染生 若胎生 若世生 若化生 若有色 若无色 若无想 若无想 基本上这个就是一切众生 那这里是从十方 那金康军是从一切种类的众生 那就是十方一切众生 好 那所以说骗十方计 无所得是般若 我就是法空会 就是无所得心就是法空会 或就是性空会 那就是不一有无二边的空性会 那么这个是解释宝曼论的不一二边会 那么两边基本上 因为它是中官的 那么中官是中道 中道其实就是 中官是中道如始正观 他说不一有二边的智慧 中官基本上是中道如始正观 这个中是指中道 中道是正道 暗安经系的就是如始之如始见 那么这个中道就是不一两边 两边就是错误的邪见 这个中道就是正见 不一两边 那这个两边 这个两边 这里是有 主要是有跟无 有跟无 那么这个是缘起里面 缘起中道 那缘起就是有因有缘事间集 基本上是这样 我们稍微理解一下 这个有时候我们不知道 有因有缘事间集 这个是流转的 有因有缘事间集 那么这个叫做持有故彼有 这个叫做持无故彼有 那这里 那这里正见事间集 他说你正见 你正确理解这样的道理 正见事间集 不着有见 正见有因有缘事间集 正见事间集 正见灭着 你就不会执着有 就是落入有这一边 那这一边是错误的 两边都是错误的 不着有见 你不会执着事间是有的 真实有的 那么正见事间灭着 你正见有因有缘事间灭 你就不着无见 因为有因 应该不是这样 事间集着不着无见 写错了 这个是不着无见 因为有因有缘事间集 所以你就不会执着事间是没有的 就是完全没有 那么这个是 你正见事间灭 不着有见 因为因缘没有就没有了 不着有见 是这样 所以就是不落两边 有 主要是有无的两边 那道罗龙书 那么大圣基本上是 一这个 两边里面主要就是四个生灭 他用生灭来取代 不生不灭 不生不灭 不依不依 这个都是阿安里面的 不生不灭 不依不依 不来不去 不长不断 他主要是讲不有不无 持有顾不用 正见事间集不着无见 正见事间灭不着有见 主要是有无的两边 这里讲 但是再讲两边的还有 生灭 生一边灭一边 着生着灭 直取 依跟依 那么五蕴是依是依 集运我离运我 然后来去 有来有去 有长有端 然后另外还有所谓的 这个苦跟热的两边 认为要修苦行的 认为要修热行的 就是修行的方式 偏重苦行 偏重欲热行的 这个也是两边错误的 那么修行的态度要急的 或是缓的 那也是两边 就不急不缓 不急不缓 就修行的态度 这个节奏不急不缓 那么非苦非乐 那么不生不灭不依不依不来不去 不长不断不由不武 基本上这些都是两边 好 所以他这里讲 那是重在有无两边 空性慧 就是他所理解的 但是也可以讲 生命意义来去长断 所以我们叫八部中道 那八部中道 基本上一个核心就是有无的两边 缘起中道 好 那这个就是空性慧 大日经的坚纯有向收 那个也是前面说的 我们看一下281页 因为之前读的还忘记了 在哪里呢 是坚纯有向收 好 281页倒数123 第三行 可以讲第四行 后面开始讲 他说 列位所不堪 为应彼等故 坚纯有向收 这个也是大日经说的 就在这里 好 就前面把前面的再拿来这边 来做例子 所以说以种种方便 因为列位所不堪 所以要坚纯有向收 以种种的方便来达到究竟 为了要弃机 那才能弃理 所以就是要有种种的方便 成佛的主要方便 不能不说是多无所得的空位 但是最主要的方法 能够让你成佛的方便 其实就是法空会 那其实就是无我的智慧 好 因为如取卓相 那么取卓一切相 一切法的相 主要就是我相 色受想行事 或是眼耳鼻则生意 色身相会出法 取卓这一切相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那么什么都不能道理究竟 你就不能得解脱 你只要有直取 甚至你直取空相 那么你都不能解脱 你直取有涅槃相 有普及相 有普及相 那么也不能解脱 这类似像广青老和尚说 你对这个梭博世界 哪怕有一根草的执着 你都不能忘山 也是这个道理 你只要执着这梭博世界的一根草 你就不能忘山 因为你对梭博世界有执着 你的心在这里 你的心在这里 你的业就在这里 你的缘就在这里 你就会伸到这里 其实是这样的 那么你在这个三界里面有执着 你对一切法有执着 那么你就会再来三界 所以这个叫做贪爱 欲贪色贪无色贪 对欲界的贪爱叫做欲贪 就是贪爱就是爱跟取 有贪爱就一定会贪取 贪取是来自于贪爱 那么有贪爱有贪取 就一定会轮回 叫做有 就叫做爱取有 其实是这样 所以爱取有生老病死 悠悲苦难 就从这边来 好 所以他这里讲 那成佛的主要方便 主要是无所得 就是无我的智慧 其实是这样 那从大圣来讲 就是不只取一切的 一切法的智慧 那么大大圣法中 这三者是同等的重要 任何一个没有都不行 三个是互为因果的 所以不可或少 大圣经是各有所忠重的 就是比较拼重的 或特重普及心 或特重大悲心 或特重波勒的都无所得 那没把它说作是所要的 这是一所忠要而巧说 其实这三者 初学者可以偏重 而不可偏肺 好像界定会也是这样 你能偏重但不能偏肺 偏肺就是不需要这个 你只能说我重这个 就好像说我们去读大学 那么你是哪一个科系的 那不管你读哪一个科系的 你中文都不能没有 那你数学系的 你说那我不用学中文 那你是外文系的 你说我不用学中文 不是的 你可以没那么厉害 但是你不能没有 就是说它必须要有 而且要有一定的程度 界定会也是这样 你可以偏戒可以偏定可以偏慧 但是你不能没有戒 没有定没有慧 有戒没有定 有定没有慧 有慧没有戒跟定 那都不行 那如果像往生信徒 它如果以阿弥陀经来讲 就是信愿行 那么你不能有信无愿 有愿无行 有行无信愿 那都不行 也是这样的道理 好 这个叫做可以偏重 但不能偏废 这三心是大圣的通行 都是必须要的 他们与奴家的三达德 叫做智人永一样 那么他说这本是人类的特色 意念圣 泛恨圣 坚忍圣 也就是理智的情感的意志的特色 重于人圣正行的奴者 也就揭示了人圣通德的智能永 那么大圣法著重于依人秤而直入佛道 也就揭示了究竟无上的志愿心 也就是普提心 平等 普遍平等的同情 就是慈悲 测法圆底的智慧 就是了解一切法实相 测法圆底就是 测就是究竟 究竟一切诸法实相 法圆底 就根源 根底 就是究竟诸法实相 真实相的智慧 叫做空慧 為大圣行必備的道通德 好 那么这里讲到智能永 跟所谓的人的三特圣 那三达德基本上是奴家讲的 那他基本上是这样 我们稍微讲一下 那我们说到所谓的三达德 四为八德 那三达德是智能永 那八德是宗教人爱心意和平 他是这样讲 比如说礼记忠用 他是说这个 智能永三者 天下之达德 这三 这三种 天下之达德 所以一般我们说 都说叫做三达德 那三达德 我们来看 他基本上是这样 他说智 智者不厚 不疑惑 不疑惑 而且一切的事理 那 忍者不忧 这个是孔子说的 勇者不拒 不疑惑 那他说力行禁忽忍 怎么样达到这个忍 不 这个是智 不是 智是 智是 智是好学禁忽智 怎么样才能拥有智这个等 智等 这怎么样拥有这样的特性 人格特质 好学禁忽智 这是能够到达 那么这个智 拥有 拥有这个智德 就是必须要好学 勤奋好学 那 因为你才能够知道 博学 教授博学 省问圣师民边 例行禁忽忍 例行禁忽忍 例行 对于 这个奴家所说的这个人道 努力的去实践 这是例行禁忽忍 那么 支持禁忽忍 有惭愧心 勇于认错 禁忽忍 就 能够有这个勇的特性 所以这个是 这个好学禁忽智就是勤奋好学 那么 你能够得到这个智 智的这个等 勤奋好学 我们这样看 是勤奋好学 必须要勤奋好学 因为浩雪禁忽智 那么人 他要力行善道 努力的去实践 这一些 这一些好的 力行禁忽忍 是勇于认错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惭愧心 这是支持 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引以为此 这些是我们讲的惭愧心 好 那么这个是奴家说的这个 三达德 好 那他这里讲到 还有讲到这个 所谓的三特圣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三特圣是意念圣 犯恨圣 坚忍圣 有时候叫勤勇圣 坚忍有时候叫勤勇圣 那也是智忍勇 理智的情感的意志的特色 理智的情感的意志的 基本上是这样 好 那我们来一一这样来讲 如果一像 前面有说到五蕴受想行 他也是知情意 应该在 之前我记得我们有说过 我看一下有没有 知情意 在语音这边 没关系 好 再 写一下 没关系 比如说我们有色受想行事 五蕴 就是人的特性里面 有所谓的 我们的心理活动 我们色受想行事 这个是我们的心理活动 主要是这三个 这个是心 这个是心手 就是情感的 这个想是认识的作用 情感作用 这个想是认识作用 这个是理智的 这个行是意志作用 有 讲到这个心的作用里面 比如说 自能有 一样 那这里 那么如果从这样来讲 情感作用 认识作用 意志作用 那么这个是情感上的 其实就是 儒家的所谓的人 那 这个 认识的作用 基本上是自 那么意志作用是有 那 这里的就是三种特色 就是人的三种特色 那一般哲学上叫做 知情意 情 知 意 我们叫知情意 那知情意里面这里就是 知人有 知 人 有 那一三特色来讲 就是所谓的 知之意念圣 这个是意念圣 就是人的特色里面 他能够记忆 能够意念 那这个是所谓的犯恨圣 那这个是所谓的犯恨圣 这是特圣 书圣 这个 是所谓的秦永圣 秦永圣 这里叫做尖忍圣 那有时候叫做尖忍圣 这里是写尖忍圣 尖忍圣 尖忍圣 都可以 那基本上是这样 那 这里说的是净化 如果依净化提升 就是德性净化 叫做俗称升华 那 那 这里讲普提升 那么 慈悲空慰 他叫这个净化 这个是净化理智 叫做 情是净化感情 就是净化感情 升华就变成净化感情 神的佛 净化感情 净化感情 我们的感情 这个是净化理智 净化我们的理智 就是升华 另外一个是净化意志力 净化我们的意志 大概就如果这样来看的话 大概可以这样看 那么净化感情 就可以 蓄取自己的自私 然后培养利他的心 搭配性 那么净化理智 就是可以去除自己的烦恼 那么 那么净化这个 净化这个意志 就是以菩提为冤 然后努力地达到菩提 那么 其实是这样 好 所以这三个 就跟智能勇来对照 犯恨慎 坚忍慎 勤勇 或是坚忍慎 这个是忍慎于天的特色 那天圣一人的呢 天圣一人的前面有讲到 我们看一下111月 111月 前面有说到天有四种圣 看111月 天界深受热定 111月有沒有 天去 看这个祭壽 天去深圣受益盛 热盛定益盛 那我们翻到112月 他这里有讲 第一个深圣 112月第二段 第一个深圣 就是他的身体比较庄严 高大庄严 第二个寿命出圣 再倒数第一个 112月倒数第一个 那么寿命动不动 就几千岁 几万岁 几百万岁 第三个是热盛 就是欲热 或是这个 这个微妙的禅热 定热 第四个是定盛 那么就是有这四种书盛 那么这个是天超过人的 看不同的天不一样 那人超过千的 基本上就这三个 意念盛 犯恨盛 还有勤勇盛 就坚忍盛 还有一个就是 在阿含经里面有说到 人以天为善处 天以人为善处 那么 除了前面讲的这个之外 除了人的特质之外 还有环境的不同 就是天上没有三宝 没有佛法生 但是人间有 因为人间有三宝 所以天希望生到人间来 因为天不能再往上了 那么所以他都会往下 所以就希望生到人间来 他生到有佛法的地方 所以天 天以人为书圣 为圣处 就是为书圣处 书圣的地方是因为人间有上宝 有佛法圣 如果没有 就是 人就不如天 人就不如天 因为你意念犯恨 意念是要意念正法 你就要修成智慧 你没有佛法 你一样没有智慧 你也没有 就是不能够趋向普提 那所以 如果没有佛法 那这个所谓的 意念正 犯正正 坚忍正 意义也不大 所以主要是有佛法 好 所以你对你所学习的佛法 能够理解 能够深入 那能够 能够来实践 利他的这一些行为 那么这样才能够 书圣是因为有佛法 有三宝在书圣 好 那这个是讲到 他说 这个奴家的智能勇 跟大圣的这个 菩提心 大悲心 跟法空会 那么是不太一样 但是有相同的 相近的 因此大圣法的修行 就是使人类特圣的德性进化 所以我们说进化理智 进化情感 进化意志 使他融合 就是知情意 那么多平衡的发展 而进展到 打完成 成佛时 菩提心成法身的 就是这三心 菩提心就成为法身的 就是佛有三德 一般叫做三德密葬 佛有法身的 那么有解脱的 就是以不生不灭的法性为生 叫做法身 那生文是以所谓的 戒定为解脱解脱之间 为五分法身 那 慈悲心成解脱的 就离 基本上 法空会成佛了德 基本上这个叫三德 三德在 佛法上基本上有三种说法 就是我们讲的三德 智能勇是三大德 那这里讲的三德 一般我们说的三德 主要 主要大概应该就是三种说法 那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法身 法身 波勒 法身德 波勒德 法身波勒德 法身波勒德 解脱 法身德 波勒德 跟解脱德 法身解脱波勒 法身波勒解脱 这三德 另外有所谓的恩德 智德断德 也有这种恩德 恩德就是度一切众生 智德就是断一切烦恼 那断德 恩德断德智德 恩德断德智德 那恩德是 恩德是度一切众生 断德是断一切烦恼 智德是知一切法实相 就是破一切无名 那有这三德 还有一个我们 比较常案例的 比如说我们吃饭的时候 三德六位 共佛其身 这个三德 那这个三德 其实是 关于食物的处理方式 其实就是它是清洁的 一般来讲就是洁净 清净柔软如法 这是关于食物的 三德六位 六位其实就是酸甜苦辣跟咸淡 六辣就是心 那清净柔软 跟乳法 那清净柔软如法有点像我们说的健康 它干净嘛 它比较健康 我们说卫生 它是卫生的 就健康的 那这个是美味的 柔软就是它 它比较美味 色香味俱全 那这个乳法 就一般叫做 可能就是我们比较说的 相近于我们说的营养 就是卫生美味又营养 或健康美味又营养 就是像这样 就是清净柔软如法 这个是我们讲三德六位的三德 这个是佛的三德 这个是所谓的三德秘藏的三德 大玻璃環境里面说的 就是我们基本上常常会讲三德三德 大概也就主要有这三种 它说 所以它这里讲如来的三德秘藏 就是大玻璃環境里面讲三德秘藏 那其实就是法身 解脱跟拨人 只是人身 就是人 得行的最高完成 大圣的争议 以带有影顿倾向的小圣行 影顿 其实它就是少是少 越少希望 就是事情越少越好 然后它目的就是要得解脱 所以有时候就是比较不跟人接触 那么这个叫做影顿倾向的小圣行 带有神秘气息的天圣行 那其实就是当时的僧文 还有这些 就藏传佛教的 那如果我们来看就是说 像这个有神秘气息的 就是升天的这些 比如藏传佛教的这些 在此面做的 婆罗门教的这些的 那么是大不相同的 大圣的争议 实施人身的趋向于究竟 吉人成佛的法门 那么吉人成佛其实就是 最主要是太虚大师 提倡人身佛教里面所说的 他有这样一个记 太虚大师有这样一个说法 然后后来就我们都讲 吉人成佛 吉人就是就以这样的人 人身来成佛 就以人来修行 所以叫做人菩萨道 以人来行菩萨道 不是到哪一个天 不是到哪一个净土 不是到哪一个什么 就是以人来行菩萨道 叫做吉人成佛 吉以人修菩萨道而成佛 所以生生世世 常行菩萨道 太虚大师这么说 太虚大师是主张人身佛教的 太虚大师 他主张是人身佛教 所以这里的人身 以人身而成佛的 所以他这里人身的趋向于就近 他有这样讲 这个 这个 我们先说 导师在佛在人间 引用太虚大师的人身佛教 他这么说 他说 养子为佛陀 养子为佛陀 这个很有名 养子为佛陀 完成在人格 就是人格的完成 圆满就是佛 人成即佛陀 太虚大师是写人缘即佛陀 但是导师把它改成人成即佛陀 太虚大师是人缘即佛陀 不过我们后来都说人成即佛陀 就是人缘满 修缘满 事明真现实 这是太虚大师写的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集人成佛 这个就是所谓的 人身佛教的本意 叫做集人成佛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大圣的真意是人身而趋向于修宪 集人成佛的法门 好 我们就在底下看 他说菩萨之学处 十善行为本 色为三巨见七众所通行 布施 慈见 前面讲布施 三心 先讲三心 然后讲布施 讲慈见 他说 大圣道只是菩提心的修制历程 就是从怨菩提心到行菩提心 到圆满菩提心 其实是这样 上面所说的发菩提心是怨菩提心 以大圣的信愿为体 也就是大圣的皈依 从怨菩提心到行菩提心 然后再到菩提心的圆满 那他说 那他说 所以 其实就是以大圣的信愿 大圣的信愿是什么 就是要成佛 菩提心 就是要成佛 上成佛到下化众生 所以 这个是大圣的信愿 就是要成佛的愿心 誓愿 所以也就是大圣的皈依 所以发菩提心是 受菩萨戒的时候 发菩提心 先受大圣皈依 那皈依就皈依 还有小圣的皈依 大圣的皈依 差别在哪里呢 你来说一看 这不是尽形受的皈依 而是从金律乃至菩提 我们叫做尽未来寄 所以 皈依其实都一样 都叫做皈依三宝 大圣的皈依也是皈依三宝 小圣的皈依也是皈依三宝 有什么不一样呢 有 不一样在于 尽形受跟尽未来寄 好 那 我们比如说 我们先讲 比如说我们一般讲的皈依 叫尽形受皈依佛 比如说几个例来讲 我们普遍的说法 尽形受皈依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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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形受皈依佛法身 尽形受皈依佛法身 比如说一眨喊来讲 他们我今归依佛法身保 举个例 我们举个例来讲 比如说杂阿汗经里面 杂阿汗经里面 175经里面说到 他说有一个斩者 然后听了佛法之后 他感觉到很殊胜 见法了 他就这么说 他说我今归依佛法身保 那这个是一般说的 阿汗经里面看得到的 比如说杂阿汗 他们说我今归依佛法身保 我今归依佛法身保 就三保了 佛法身保 我今归依佛法身保 为幽泼色 为佛教的幽泼色 男重是幽泼色 女重是幽泼乙 那这个是居 这个是一个纳居罗长者 是男重 所以他说幽泼色 我们讲一下 阿汗175经 这个是纳居罗长者的 那么归依所说的 这个纳居罗长者一百二十岁 一百二十岁 年纪很大 走不动走不动 走到佛那里 希望佛为他说法 那佛跟他说的 他见法 他很欢喜 也不是见法 他就是他听得很欢喜 就归依佛了 他就这么念 我今归依佛法身保 为幽泼色 然后后面就讲 是归依佛的正知我 就佛 正宁 知道我归依的先 正知我 那么 我今尽受归依三保 尽情受 一般就是 那我们一般都说 尽情受归于佛 尽情受归依法 尽情受归依身 那有时候还会加上 归依佛不多地义 归依法不多恶鬼 归依身不多出身 有时候会说归一佛 中不归一天谋外道 归一法中不归一外道协奏 归一生中不归一外道协奏 也会这么说 这个是阿罕经里面最早期的 他说我今禁寿 禁行寿 因为我们现在要比较 所谓的大圣的归一跟小圣的归一在哪里 其实就在以禁行寿跟禁位来计而已 我今禁寿 归命三宝 归一三宝 归一三宝 就是禁寿 禁行寿 其实就是禁行寿 那大圣的呢 大圣的他这里叫做 从今日乃至普提 那么这个是引用 从今日乃至普提是引用 圣曼经的 圣曼夫人 圣曼经是大圣经典 那么他发的十大院 就是他听了佛法之后 那么他带佛前 也是这样发院 那类似像归一这样 但是他不这么说 他怎么说呢 我们举例了 时间到了 我们这个下次再来讲 再来把这个所谓的 先大概说一下好了 这进行之后 他是禁位来计 差别在这里 所谓的禁位来计 从现在一直到成佛 一般我们是说禁位来计 那么依这个圣曼经讲的 就是从今日乃至普提 从今日乃至普提 这个是大圣的归一 跟小圣的归一 他不太一样 一直到成佛 一直到成佛 那我们下次再来讲 圣曼夫人的这个十大院 从今日乃至普提 大家合掌回向 愿于此功德 愿于此功德 不及于一切 不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皆共臣佛道